不然咧 好,我们今天一如前面几节一样 会非常的紧凑 来,现在快速翻到第16页 那刚刚有请你 如果没有带时间轴跟其他班借来 我们等一下会用到 我不是有发一个 Cress Room发一个通知 就是说,如果你有朋友在别班的 是不是也可以来拿时间轴 结果中午在我座位上就发现 时间轴被拿光了 只剩下设班,设班我没有教 只剩下设班有一个纸条放桌上 谢谢老师的时间轴 就一扫而空 那我就想说,没有我就再印 然后我就再印了一些 结果印到一半 我在整理今天的摄影的设备的时候 就又有同学,我不知道哪一班的 就跑来就说 老师那个正在印的影印机上面 时间轴可以拿吗 就已经到这种程度 那就当作服务大家 因为这一侧真的蛮难的 时间轴可以帮上忙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第16页 我没有讲错,第16页 好,16页你会看到两张地图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就是东拉西者 讲太多事情了 16页我打算用比较轻巧的方式处理 来,整个中国是不是在战国秦汉之后 用一条界线去区隔农耕跟游牧 把这条界线的名称讲出来 是不是长城 很清楚嘛 北边是游牧 南边是农耕 但我们越到后来就发现 农业民族 我现在讲的后来是一两千年 长时间的历史发展 农业民族越来越难抵挡 来自于长城北边的游牧 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的压力 因此逐渐的退却 历史的长期趋势 后来游牧国家往南压迫 压迫再压迫 好,那我们知道 传统上中国这个农业国家 是很看得起自己的 自己就好像天上的一颗太阳 好,看一下左边这个注视 有没有看到天无二日 这是引述孟子的 把这四个字画下来 天无二日的字面意思是 天空就一颗太阳 这个放射它的光芒嘛 太阳就是最显著 最明显的存在 中国传统是把自己看成 是天下的中心 四边越往远处 光芒是不是越暗淡 然后就文化上来讲 是不是越没有文化 越野蛮 中国传统是这种看法 一颗太阳悬在空中 是世界的中心 是天下秩序的中心 可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后来游牧国家当它强大之后 好,西元一千年之后 时间轴马上用到了 来,时间轴拿出来 西元一千年请告诉我 在时间轴它大概是中国历史上 哪一个帝国的时候 宋 来宋 就大概在宋元明清这段时间 宋元明清就是西元一千年之后 到了清结束 是不是已经1911年 1912年 是不是就中华民国开始了 所以等于是 最近人类历史的这一千年 是游牧民族 在东亚很强大的一段 那我刚讲的 天空只有一颗太阳 它就受到挑战 好,这时候另外一颗太阳 很多太阳要升起了 天下秩序产生的动摇 来,这边再讲宋帝国时期 这一张是北宋 这张是南宋 北宋这个帝国就面对 来自于北边契丹人强力的挑战 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叫辽 这个各位知道吗 好,前立了禅渊之盟 这个是念禅不念谈 如果你注音怕错 你就把它注音一下 好,那这个时候就约为兄弟 各位知道约为兄弟的意思 就是哥哥是一颗太阳 弟弟是不是也是一颗太阳 好,所以两颗太阳出现 孟子讲天无二日 现在就是两颗太阳 那不然怎么办呢 打不过别人嘛 好,到了南宋更糟了 太阳换别人当 好,所以南宋的时候 这时候北方是女真人 力量非常大 他建立的政权叫金 那他压迫南宋政权越往南边 好,所以南宋还没有办法 像北宋一样 跟契丹人这样子称兄道弟 这个时候只能称臣纳贡 因此太阳是谁 太阳是女真人建立的金 而南宋只能够做旁边 太阳边缘 星星啊 或者就是一个 比较不重要的存在 所以我们看课本第16页 其实我们不用看它的细节 我们就是知道中国 在整个游牧国家强大的时候 被迫接受天有二日 那如果以概念上来讲 就是近视以后 游牧民族更加强大 那你说近视这个词 我们好像没提过啊 就我刚请各位时间轴指出来 西元一千年之后 大概就是近视 你现在时间轴拿着看 这边有时间轴 如果有的话两个一起看 有没有看到在那个 中国为主中间这一条 我是不是有区隔 中国跟近视两个大的 分歧跟断带 中古是不是有讲是五胡 然后近视是不是有讲 是辽金元清 我们今天会把这个时间 就是前后做很清楚的划分哦 好所以我们知道 这都是游牧民族 都是游牧国家 中古时期是五胡 近视是辽金元清 他们的强弱不同 他们代表意义也不同哦 好那我们这一章 当然是指已经到了 比较后面的近视的时期 好那这边请各位回头 看到第13页的地方 上一节课 我是不是请大家 先把这个表格抄下来 都有抄了 我要直接讲 一开始世界还蛮单纯的 秦翰的时候 长城嘛 北边是游牧国家 南边是农业国家 一切显得如此祥和 把大家隔开了 大家过各自的生活 大家互相不干扰 可是后来长时间的发展 你就发现这条界线 长城这条界线 被混淆了 好慢慢的 他没有办法一刀切 把油木耕农耕切开了 好因此我们看到 到了中古 中古我现在直接给你他的定义 你可以对照时间中 汉末包含整个魏晋南北朝 到隋到唐中叶的安史之段 都叫中古 所以他牵涉到很多时代 所以大概西元200年到西元800年 这个都叫中古 很长一段时间 好那相对应北边的油木民族 少数民族叫渗透王朝 你先背起来我等下解释 好那渗透王朝其实包含的 胡人的国家的族群 就是五胡 五胡各位讲是哪五胡 然后五个胡人的族群 匈奴开头还有 其他班还有提到什么捷克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什么什么枪什么的 枪什么枪什么的 这显露出鄙夷的农业民族的态度 好 匈奴鲜卑 所以你们国中现在已经不记这些了 那我念一遍好了 匈奴一种鲜卑 匈奴枪结 这样可以吗 背不下也没关系 我们知道就是五个不同的北边的族群 好他们所建立大大小小的国家 我们统称叫渗透王朝 他的时间在中古 你记得他的时间 就是先把它套进去 好到了近世就是西元一千年之后 就是征服王朝 征服王朝更猛哦 力量更大 他就是辽金元清 辽金元清是指他建立的国家 以族群来讲就是 契丹人 女真人 蒙古人 满洲人 满洲其实还是女真人嘛 所以金跟清是同一个族群建立的 好这样我们是不是区隔成前面一段的渗透王朝 后面一段的征服王朝 好那因此这边列出来了 我这边五胡应该把匈奴仙碑低相节写上去了 本来以为大家知道 好那我们现在要把中古近世的渗透跟征服 这个表格也要请你抄下来 那你13页是不是用掉了 用掉怎么办呢 加盖 加盖好加盖是一个方法 14跟15页有一些空白也可以用了 好再来我们应该用不到 我们今天总算要把一之一结束了 再不结束我们进度会崩溃 好来这张抄在13页加盖或者1415页都可以 来满透王朝比较早是五胡 我们常会脑补游牧民族 就是侵略或者是说进攻农业民族的一个画面 是不是他们从北边一路打到南边 来这个脑补的画面有时候会错 用在渗透王朝就错了 渗透是什么意思呢 我说有人现在渗透进到了里班 请问是一个大剌剌走进来 还是不知不觉融入到各位当中 渗透的字面意思 是不知不觉 所以其实它不是一个很明显 北方攻往长城南边 占有农业地带 那个不叫渗透 那个叫征服 好所以渗透是五胡 他们已经慢慢的 已经移居到中国来 那这边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他怎么偷偷摸摸就过来了 说起来也不是偷偷摸摸 那各位一面抄这个表格 如果各位有一个现在欲罢不能的话 请各位先拿手机拍一下 我要暂时先跳另外一张 可是你可以一面抄 你怕抄表格欲罢不能 我们先拍一下 三秒钟之后我要跳下一页 有人先见之明已经先拍了 那渗透王朝之所以这一些游牧民族 会慢慢的渗透进入到长城以南农业地带 其实就是课本13页的这一张嘛 你翻一下课本第13页 或者你正在13页 是不是就这一张 五胡早就在长城以南了 你现在自己把长城这条线画出来 长城在这里 这张地图应该把长城画出来 来长城在这里 就黄河北边这个地方了 你大概画一条线不用很精准 长城在这里 如果长城是在我手笔的这条线 是不是其实很多五胡的民族 的一部分或者全部 早就已经在长城以南了 好那这边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他们怎么可以跑到长城以南 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跑到长城以南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几个原因 但我们的课本没有解释清楚 我拿南一版来帮各位解释 来第一个 战败的游牧民族 就会牵到长城以南的地方 那我们先前再讲 汉帝国跟匈奴这两大帝国 农业跟游牧决战的时候 其实我们讲到一点 汉帝国是不是不会去统治 大漠草原这种地方 所以他在打赢匈奴的时候 他会做怎么样的方式呢 是不是把这些战败的匈奴人 把他牵到长城以南 叫这些匈奴人开始从事农耕 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所以他们牵到长城以南了 允许战败的部族向匈奴人牵入 所以他们到长城以南 就是一个长时间汉化的过程 那当然也有匈奴人他不愿意 我是高贵的匈奴人 我干嘛做那种农耕那种事情 我们在大漠草原活得好好 所以也有一些匈奴人就离开了 但也有一些就在长城以南了 好我们看到 因此这一些在长城以南的匈奴人 有一些是匈奴的贵族 甚至还被汉朝的皇帝赐姓 比如说皇帝姓劉 也赐给这个匈奴的贵族姓劉 大概有这样的过程 那他们就开始学汉人的语言文字 读汉人的经典 开始从事汉人的农耕 所以这是一个长期汉化的过程 那另外还有第二种情况 游牧民族这个时候也移居到长城以南 我们都知道汉墨开始是一个 大动荡的时代的开端 汉墨到三国到魏晋南北朝 长达四百年的动乱 那战乱会死人 长时间的战乱会死非常多人 汉墨之后就是一个人口 因为战乱大减损的时代 那另外一个是课本没有讲的 从汉墨到魏晋南北朝 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疾病大流行的时代 当时有非常多的这种pandemic 到处在蔓延 很多的疾病到处在蔓延 有些死亡率超高的 我们因为是从古代的文献上读到 我们不太确定到底是什么疾病 但有一些疾病的致死率是高达七成八成 我甚至看过一种疾病的致死率 几乎是百分之百 那各位知道这些疾病大流行的时候 是不是又死了一大堆人 而且很多人是莫名其妙死掉的 那短时间死很多人 尸体不赶快处理 是不是又是另外一波的流行了 各位知道这个公共卫生条件 所以战乱也死人 疾病也死人 那人力需要填补啊 好各位看这一段就懂 南移版的 当时游牧民族就会趁机把他们移进来 这时候汉人政权就招手 来来来填补我的力量 我现在缺军人了 你就胡人也来当兵吧 那我们从汉末 汉末其实就是三国历史的开端 各位是不是听过曹操 有没有听过董卓 董卓应该听过嘛 董卓底下的士兵都是枪人 都是枪组 所以这个时候等于是说 有一些比较早是战败移入到中国 这时候是不是直接把他招募过来 变成胡人兵团了 所以有一说啦 董卓的军队特别残暴 是因为由枪人组成 这当然可能也包含某种有色眼镜在看 援引外族为兵 或者人力少的时候 就叫外族学一下你也种田嘛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人力填补 在汉末在三国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常态 好第一个理由跟第二个理由 因此游牧民族 经常都在长城以南的地方 那一波一波的移入 从汉帝国这时候移入 人还少嘛 三国人好像还不多嘛 后来人越来越多了 所以在中原的这些政权 从汉到三国到西进 就开始有官员 有大臣发出问题 我们现在身边好像都是胡人 这样会不会有点怪怪的 会不会哪一天胡人大反叛呢 所以曾经有官员建议说 我们是不是把这些胡人 叫他搬回到他原来住的地方啊 可是这些胡人比较早搬来 是不是几百年前搬来的 他都已经搬来几百年 然后你说你搬回家 几百年前的家 这很困难 这个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过程 那有些官员的担心也是 如果他们造反怎么办呢 后来还真的绝地 大反攻就造反了 各位听过五湖乱华了吧 整个魏晋南北朝 最大的一次震荡动荡 就是五湖掀起的那个 我们一般称作叫五湖乱华 所以各位看这些是 所谓渗透的过程 我们再回到刚刚各位 制作的这张表格 来渗透王朝是匈奴鲜卑 帝强解五湖 他们已经移居中国 已经汉化到一个程度 因为他是趁着中国的局势 已经移居进来嘛 那你这边把握一个要点 他们都没有文字 匈奴没有文字 鲜卑没有文字 五湖都没有文字 那没有文字 就会有一个必然的结果 没有文字就是 最后他们的文化认同 会是汉化 我们其实类似的故事 在台湾史有提过 各位知道平埔族 是不是曾经在台湾 从北到南遍布平埔族 南岛羽族嘛 那我们现在还找得到平埔族吗 比较难了 除了极少数小群体的平埔族 还找得到 那平埔族是都被杀掉吗 其实也不是 是不是大量平埔族 最后被汉化 因此最后他是不是也认为 自己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汉人了 有听懂意思 这边的故事差不多 因为五湖是没有文字的 平埔族也没有文字嘛 除了新港文书是一个例外 所以最后这一群五湖 这些不同的族群被农业社会所同化 所以我们在隋唐之后 已经找不到鲜卑人 找不到匈奴了 我们说这些人都被屠杀 都不见了 不是 是他们已经不认为自己是匈奴人 是鲜卑人了 那这边请看到左边的系列 中国在中国的时期 那到了西元一千年 也就是宋帝国 以及之后的 就是宋元明清之后 游户民族的力量更强大了 所以他们还真的是 跟各位脑海中想象的画面一样 他是从北边的草原地带 长城以北的地方 在比较短的时间 用比较大的军事力跟震撼力 进入到农业地带 统治中国这个农业国家的一部分 或者全部 所以各位左跟右要知道 右边这个实力很强 左边这个实力相对来讲 没这么强 不那么强的叫渗透王朝 很强的叫征服王朝 后来建立的就是辽金元清 所以他们原来在中国境外 用武力 用一个优势的武力 很快速的征服了中国的局部 或者全部 那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特色 这个特色麻烦你一定要记下来 他们都有文字 他们都有文字 那有文字可以干嘛呢 有文字就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 所以他们就没有像前面的渗透王朝 最后失去了自己 我是谁呢 我最后怎么变成一个汉人 当然在一个人身上 不会有这种情况 但若以族群几百年历史发展 他们最后都变汉人嘛 但是因为征服王朝 有自己的文字 所以他们最后是可以保留自己的认同 没有说在一个汉文化的优势情况之下 他们就整个被吸走变成汉人了 没有啊 他可以保留 所以他们具有游牧民族的自觉 征服并统治农耕社会 所以我们从左到右 从时代的眼镜 看到这些游牧民族 其实一直在进化 他们在面对农业国家强力的挑战 那他们在自己要征服农业国家的过程当中 不断在进化他的国家形态 我要怎么同同时统治自己游牧的地区 跟同治农业地区呢 他们后来找到了胜利方程式 这一套就是胜利方程式 各位都同一点 在游牧民族权盛的时期 农业国家曾经整个翻船过两次 就是农业国家完全被歼灭 各位回答哪两个时代 农业国家完全被歼灭 是不是元跟清 那所以我们当然是 你如果是按照朝代背下来 你就送元明清嘛 可是你仔细想想 元跟清欸不对啊 那个是不是征服王朝 那个是不是游牧所建立的国家 所以各位要知道 游牧在这段时间力量非常非常之巨大 好那我想我们讲这个概念 是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完全 套入到课本的内容 好我们先从渗透王朝开始讲 翻回到第13页的地方 好那这一张我们现在已经理解 它是为什么了 他们本来就在长城的南边 好那我们再看到课本第14页 翻到第14页 后面这边课本文字不多啦 我稍微跳一下 那你找到14页这个地方 有些游牧政权 为了强化在中国的统治 会采用汉制 那无可避免啊 中国这一套对于国家的概念统治的技术 蛮成熟的 我讲的是对国家的概念 以及怎么样管理一个国家的方式 所以游牧民主有时候会拿去用 像武德宗史说 我们是讲过金木随火土那套观念 这一套统治正当性他们也拿去用 我就降下一个代表你很好的一个征兆 来一道彩虹 或者来一个很好的征兆 我们一般就叫祥瑞 好那因此这些都是他的方式 可是我们如果以渗透王朝来讲 各位在这边最后加五个字 他们最后一定都汉化 他们的主观意愿可能是想要汉化 但也有可能不想汉化 可是我现在讲的不是他们的主观意愿 我讲的是几百年长期历史发展的趋势 渗透王朝一定会汉化 因为我刚是不是已经直接跟各位讲答案 他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你的文化会整个被吸走了 因为文字是文化很重要的载体 那我们现在来看课本 在同一段他举的两个例子 北魏孝文帝是国中高中历史课本 很喜欢举的例子 可是我一直觉得北魏孝文帝是一个很奇怪的例子 各位国中有听过北魏孝文帝吗 那孝文帝以他自己族群的身份 请问他是哪一个民族的人 鲜卑人 然后他是不是很积极的采取汉化 还把首都市从游牧地带的平城 迁到农业地带洛阳 一个鲜卑人说要当一个堂堂正正的汉人 各位不觉得这件事很怪吗 一个人完全不想要自己原来的族群的身份 然后完全说我要变成另外一个人 这不是很怪的事情吗 还是各位觉得这很自然 这很怪耶 那我讲原因好了 因为北魏孝文帝从小是被他的祖母带大 他的祖母是汉人 我们都同意一个人的生活 是会受到那个幼时的教育很大的影响 所以因为他是他祖母带大 然后他很信任他的祖母 那整个是汉人的教育方式嘛 所以其实我们要看到哈 北魏孝文帝是北魏的诸多帝王当中 比较特立的一位 他是义无反顾像飞蛾扑火一样的汉化 后来汉化到北魏内部产生裂痕了 所以孝文帝之后不久 北魏就分裂成东魏跟西魏了 有听懂意思吗 一个帝王为了汉化 连国家都分裂了 那这个态度也太过坚决了吧 所以这个是孝文帝自己个人的主观意愿 实际上以他的列祖列宗 我们知道孝文帝是鲜卑人当中的拓拔士 就是鲜卑人当中的其中一支 那他的先祖当中有些是很讨厌汉化的 甚至杀汉人大臣的也有 那孝文帝反而是比较罕见的 义无反顾的决绝的 就是我要汉化 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我觉得就比较难 后来到了西魏宇文泰 你把这个名字标下来 宇文泰是姓名 西魏是他掌握的政权 好先画下来我们再对照地图 后来他培养一批这边画下来 融合油木跟农耕的武力团体 叫官农集团 我看到课本这段满愤怒了 我还发了一个文 在抱怨课本这样写 好你现在画线之后 对照右边课本第15页 课本15页大概是这一节 最不负责任的一页了 你们发现上面是魏晋南北朝的分合 你背得起来吗 好就大声说背不起来 然后我就赦免大家好不用背 好这张不用背 那底下是一个政权的分合 来我是不是把课本这一页 直接剪在这个地方 好那你如果觉得有价值 旁边你就把它写下来 我就是在用文字解释 课本的这一整页 那这边凡是国家的名称叫魏的 全部都是鲜卑人拓拔式建立的政权 一开始是北魏 后来分裂成两个东魏西魏 会分裂就是因为孝文帝的汉化 在内部引发了赞成跟反对嘛 因此就分裂成两个政权 细节我们不谈 好所以后面叫东魏西魏的 其实就是北魏分裂之后 那以族群来讲比较好讲 都是鲜卑人拓拔式建立的政权 好那我们第一点直接讲 鲜卑人拓拔式 是整个五湖乱华之后 取得北方胜利的族群 那我现在姑且用一个辟语 还有一点点时间 现在你有一杯水 这杯水的底下是沙子 你现在有一只筷子 你就在这一杯水当中 强力的去搅它 是不是这杯水就变浑浊了 来五湖乱华 五湖乱华 西晋之后的五湖乱华 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五湖乱华 是一场怎么样的动乱呢 我们有时候会从五湖乱华 这个字就是五湖就是来乱的嘛 历史名词 常常因为它取名的方式 让各位就戴了农业民族的有色眼镜 实际上五湖乱华之前 你自己把它筑记在这边 这边是五湖十六国 然后前面是不是西晋 你在中间加工一下 西晋的末年发生了一场动乱 叫八王之乱 国中有听过这样的乱世吗 也没有没关系写一下八王之乱 西晋的皇帝是姓司马的 那当时皇帝就把自己姓司马的子孙 都分封出去 拥有政治权利 拥有军事权利 分封出去叫诸侯王 可是后来经过若干年之后 这些姓司马的诸侯王 全部打成一团了 八王之乱就是西晋内部的内乱 那我们知道本来这些胡人 不是一段时间都从长城以北 移入到长城以南吗 他们本来是小弟 因为三国的这些政权 西晋是老大嘛 小弟就听老大的话 我当初是被老大移进来的 可是等到八王之乱 西晋的内部 八王之乱一打就是16年 打到西晋整个帝国完全崩溃了 那各位知道大哥现在崩溃了 大哥崩溃了小弟就要站出来 诶换我当大哥了嘛 所以所谓的五胡乱华 是中国汉人的农业政权 自己崩溃之后 这时候胡人就纷纷聚地建国 而且这个五胡乱华 可能跟各位想的不一样 五胡乱华第一个建立政权的人 叫刘渊 时间关系我就不写 那刘就是那个姓氏的那个刘 渊就是那个渊源的那个渊 刘渊 刘渊是匈奴人 他会姓刘是有原因的 他是汉朝的皇帝赐给他的姓 他的先祖是匈奴的贵族嘛 那当初不是投降汉帝国吗 汉朝的皇帝就龙心大悦 我就我姓刘 皇帝姓刘 我就给你们这些匈奴的贵族 也让你们姓刘 抬高你的地位 那刘渊在五胡乱华 他建立的第一个五胡十六国的第一个国家 国名 国号就是汉 汉就是前面那个汉 所以你知道刘渊这个匈奴人 他要做什么事情吗 他要恢复汉朝 那我们讲一个匈奴人要恢复汉朝很奇怪 可是其实这个匈奴人刘渊 连他的祖先在内已经几百年都待在长城以南 他们是不是已经汉化到一个程度了 而且实际上刘渊汉化的程度非常深 他五经其实学的还蛮熟的 各位五经熟不熟啊 各位比较一下就知道 这些匈奴人其实他汉化程度已经很深了 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这边的主题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这一些 五胡乱华之后 胡人聚地建国 他一时之间是一个很混乱的局面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一杯水当中 你沙子然后用筷子去搅的时候 整个全部是浑浊的 北方大乱的时候人民很痛苦 政治上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谁能够取胜 只知道好像痛苦没完没了啊 好可是最后我们还是看到了 只要你那个筷子不去搅 是不是杯子当中的那一些水当中的沙子 会慢慢沉淀下来 好所以北方最后一统天下的是 鲜卑人拓跋式建立的北魏 我们就把这个图做一个解释 让大家看得懂 那北魏就是因为孝文帝的汉化有支持 反对分裂成东魏西魏 东魏西魏西魏后来被北周继承 东魏被北齐所继承 你如果觉得太混乱你就不用继 但这全部都还是鲜卑人拓跋式的力量跟政权 所以第一点我们直接把它做总结 鲜卑人拓跋式占有了中国的北方 那后来取得胜利的 你现在把地图当中的西魏跟北周圈起来 西魏的后继政权就是北周 西魏跟北周在整个中国西北的这个地方 中国西北这个地方换一个方式讲 就是关隆 关就是指关中隆就是指隆西 好那其实就是中国西北这一块的地方 因为西魏的上面课本是不是标 宇文泰这三个字 好那我现在要跟课本刚刚这一段 你看起来觉得有点吃力的做结合 西魏宇文泰的时候 他们是鲜卑人的血统 可是他们这个地方人少 然后如果说他要跟其他的政权争霸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拉拢他境内的汉人 因此他最后就把境内的汉人的力量做整合 跟他自己鲜卑人的力量结合 好我们这边刚刚请各位画下来了 所以他把游牧民族鲜卑人 农耕民族汉人凝聚起来 构成一个政治集团叫关隆集团 然后他底下有一支庞大的军力 也是由游牧民族跟农耕民族共同组成的 也就叫做府兵 这边你也画下来 所以关隆集团是政治集团 他统领的军队就是府兵 那关隆集团的第一代 这个政治集团的领袖是谁呢 宇文泰你不认识 第二代的领袖各位就很熟了 后来接续宇文泰成为关隆集团的领袖的人 叫杨坚 杨坚何许人也 是不是隋文帝 好杨坚在下一任关隆集团的领袖叫李渊 你是不是又很熟了 李渊是不是唐高祖 这样各位有听懂意思 我们现在谈的西魏北州 他们所凝聚的政治集团 关隆集团 底下的这一批府兵 就是建立隋唐大帝国的这一支军队 这个政治集团 所以以属性来讲 他是湖汉融合 好以方位来讲 他是在中国的西北 好那我们现在等于是把这个地方 课文解释过了 好再请看到 刚刚我在这边文字 就是帮各位做的说明 所以整个关隆集团跟府兵 他的关键字就是湖汉融合 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讲 原来长城作为农耕跟游牧的界线 是不是分得一清二楚 是不是到了魏晶南北朝后期 反而你农我农 你再也没有办法分开了 所以不管是宇文泰 或者后来的杨坚 或者后来的李渊 他们身上都同时留着鲜卑人的血 也留着汉人的血液 文化上也是整合的 那你有办法把农耕跟游牧一道切吗 你就分湿了 把身体要切成两半 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是 隋唐大帝国也跟原来的 把窗户关起来好了 风突然变大 突然来了一阵风 天气可能在转变 好来这边你把它掌握住 隋唐帝国跟秦汉帝国不同 秦汉帝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帝国 但是隋唐帝国已经把很多 游牧的元素加进来 它是一个具有游牧元素的帝国 或者农耕跟游牧整合的帝国 好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是 整个渗透王朝 来回到刚刚这一张 所以五湖就已经变成 中国历代政权的一部分嘛 到了隋唐已经分不清彼此了 好接着我们要谈到的是 征服王朝 也就是刚刚各位抄的表格 右边的这个地方 那原来在渗透王朝的时候 我们还只是看到 渗透嘛 最后这些五湖等于是成为 中国政权的一部分了 可是他们的民族认同也消失了 关键是他没有自己的文字 好征服王朝不一样 等到中国到了宋元明清的 征服王朝 他们是从中国的北边 在比较短的时间用霹雳手段 用强大的军力 征服了中国全部或者一部分 好我们来看透影片 帮各位做的补充 来征服王朝 那他们很显然把握了某一些 胜利的要素 因此在这个阶段 他们征服的范围更广 面对农业民族 他们具有一个更强的优势 好那我先带各位看一本书 这本书的封面长这样子 其实这本书的封 这本书是我前两年 推荐给高一学生看的 我后来反应不是很好 可能他难度有一点 但他的封面各位看 这是一个唐代女性的陶勇 各位觉得这个女性的形象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各位说说看 风雨 风雨 好是不是很明显 比各位来得胖 很明显吧 比较风雨 来这是游牧民族 健壮体格的反应 你在大漠草原 都长得瘦巴巴的这种 大漠草原营养不良的 过没几天就被弄死了 被环境弄死了 好有看懂哈 游牧会喜欢这种健壮的体格 是因为这种健壮的体格 才能在极端的环境 是不是活下去 所以我们光从这一点 就知道隋唐在整个文化的取向 已经把游牧整个融入了 这是整个中国中古时期 渗透王朝 最后文化整合 血缘融合之后 产生的结果 所以隋唐的宗教也很多元 族群也很多元 各个面向都很多元 文化上跟秦汉是不一样的 好那我现在引述这本书当中的一段 各位姑且听一下 好十世纪左右 你时间轴对照一下 时间轴再拿出来 十世纪是不是已经 中国要跨入近世了 好你们告诉我 看时间轴告诉我 宋帝国是哪一年建立的 907 是不是907吗 不是吧 宋帝国是哪一年建立的 上面有标960这一年吗 没有 宋帝国是960年建立的 907是唐帝国灭亡 中间还有个五代十国 好所以是不是就十世纪 好那我们对照这边 十世纪左右 游牧民终于建构出一套 关键的知识 那游牧民组人数都少嘛 可是他建构知识就是 用少数的人可以稳定 人口居绝大多数的农耕民 都市民的地区 那政府王朝到底是掌握了 怎么样的知识呢 军事支配制度 税制 人才录用制度 商业情报网络 最重要的他们发明了自己的文字 所以你刚刚在政府王朝 有特别写到其中的 一个一栏的地方 是不是他有文字 有文字就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 有文字就可以 确保他的族群 最后不会变成 自己是堂堂正正的汉人 好所以这一套东西 是十世纪之后 他终于建立起来了 我可以统治农耕民族 而我的文化 不会被农耕民族所吸走 那斯安校夫这本书里面 其实有很多 还蛮 就是有启发性的一些讲法 各位有听过 唐帝国到了中期 一场翻天覆地的动乱 叫安史之乱吗 安史之乱有 安史之乱我们讲乱 又跟五胡乱华一样 又是来乱的 所以安史之乱是 安禄山跟史思明 是不是反叛唐帝国 安禄山自己就是一个胡人 而且他也是混血的胡人 所以历史上都说他是杂胡 杂就是表示杂种的意思 混血的意思 那安禄山我们讲安史之乱 我们就会觉得 历史课本上讲安禄山 然后讲他起来作乱 那他后来失败了 就是一个起来作乱的人 斯安校夫不是这样子看他的 斯安校夫认为 安禄山就是征服王朝的始祖 所以安禄山试图建立的 我们姑且叫做安史大帝国好了 各位知道后来残念吗 是不是被唐帝国整个给歼灭掉了 那是因为他失败 那中国历史常常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我们现在假设安禄山成功了 那么安禄山的那个帝国 就会是像后来的 征服王朝的辽金元清那种帝国 这样各位有听懂吗 其实他就是预告片啊 安禄山就预告征服王朝的出现 因为安史之乱是在八世纪的时候 的一场动乱嘛 而我们看到征服王朝是十世纪 十一世纪以后建立的嘛 所以其实就是有牧民族 慢慢掌握这一套的知识 好那我们现在用一个表格 我帮各位整理一下 好这个是征服王朝的辽金元清 陆续建立的几个政权 那辽是契丹人建立 所以中间这一排 是他的族群的身份 契丹人的辽 女真人的金 蒙古人的元 女真人的清 那辽金元超好记得 一人一族群刚好活耀一百年 十一十二十三世纪 那他们也不完全是游牧民族 他们只能确定是长城以北的 少数民族 然后我刚刚讲 短时间征服了中国的局部 或者全部 好那我们这边已经讲到 这一节的尾声了 请再翻回课本的 第十三页的地方 好我们十三页 刚刚有点匆匆带过 我们现在回头看 证服王朝就是有自己的文字嘛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普遍 不同的地方 就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 来各位看一下 课本不是文字图片的部分 契丹人的辽 北面官就是管自己契丹人 契丹是游牧民族啊 用游牧民族的方式管游牧 好那农业的方式 就周县来管理 就是平常农业民族的那种官僚体制 那后来女真人的经验一样 周县制就是管农业民族的 蒙安谋克其实就是部落的一种体制 那就是管女真人自己 是不是依照他不同的族群 给予不同的管理技术 来课本你把第十三页这些地方画下来 依不同的族群社官分治 我觉得依不同族群社官分治 在原来五湖渗透王朝的时期就有 可是渗透王朝没有办法把它做得很成功 各位知道我在里班这个班级 我要用两套完全不同的制度 而我又说里班是一个班级 这是不是有他的困难度 因为两套制度很难同时并存在一个地方嘛 所以我们现在讲难的不是说想出这套制度的人 而是有效可以运行这套制度的人 所以渗透王朝五湖都没有成功 匈奴没有成功 先辈没有成功 可是我们看到征服王朝的时候 他们有效的可以把不同的制度 同时双轨或者三轨并行 这是他们厉害的地方 那他们有文字就是好推行好运作 这也是一个关键的技术 那我觉得课本这段文字我唯一不满的是最后 他说蒙古人采取族群差别待遇 蒙古人至上主义 我们回到刚刚十三页的这一张图来看 这一张课本说他是种族歧视 历史老师说他不是种族歧视 好我们看到蒙古人是一个种族没有问题 那蒙古人至上有问题吗 蒙古人至上其实也没问题 你如果是中国农业政权也是汉人至上 这他有比较残暴还怎样吗 其实没有 好那瑟牧人各位知道其实不是同一群人 瑟牧人是不是指他的眼珠是彩色的 因为他很早就征服了西域这些国家吗 可是各位知道西域一路往西到欧洲 是不是包含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族群 可能有波斯人 是不是有可能有突厥人也就是土耳其人 波斯人跟突厥人是同一种人吗 其实不是 所以瑟牧人已经不是同一个种族喔 那第三个分第三个阶级的叫汉人 请问汉人是单独指汉人吗 这边是不是括号跟你讲包含了契丹人跟女真人 所以汉人在这里不是种族的意思 汉人在这里包含了汉人契丹人跟女真人 他不是种族 好然后最后一个被放在阶级最底下 是不是男人 男人也是汉人 那我如果说汉人有在三跟四阶级的 我可以说这是种族歧视吗 这好像有点当机吧 好来这一张图的关键 我直接用一句话来讲 分成四个等级是因为征服的先后 征服先的地位比较高 征服后的地位比较低 你把这个观念记起来 历史上的大帝国往往都是用这种方式 罗马帝国也是一样 那为什么先征服的给予他比较高的地位呢 因为先征服的地方 我是不是还要再往下一个地方征服 先征服的我给予他比较高的政治地位 社会地位 是不是他就会心甘情愿跟我合作 再去征服下一个地方 那征服到最后一个地方 是不是已经没有使用的 就是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所以他地位会低是这样子吗 罗马帝国这样做 蒙古帝国也这样做 可是他的概念 其实并不是课本讲的种族歧视 好希望这边你有把握住 好那我想我们在这边已经几乎讲完了 现在我们要看到课本在第 好第十四页的地方 我们再提一个点 好十四页有提到1644年最底下一段 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征服王朝 实际上也是最后一个王朝 因为各位知道满清之后帝国变成民国 中华民国嘛 好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 把这边画下来 对不同地区有不同做法 这就我们刚刚讲的 双轨多轨并行制 征服王朝都是这样子做 好那这个文字各位看得懂 我现在要请各位 这边跟课本第六页做结合 请翻回第六页 好快速翻一下 快下课了 不想耽误各位下课 来第六页是不是有三张图 三张图是 都是乾隆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自恋的皇帝 如果当时是有手机可以自拍 乾隆应该一天自拍一万张 他真的超自恋的 所以这边也都是乾隆的画像 那这一张你对照课本 这是乾隆一个满洲骑士 就是骑马打仗的形象 好这一张 是乾隆一个汉人如生的形象 这一张是乾隆 藏传佛教菩萨的形象 好那为什么乾隆 有藏传佛教菩萨的形象 有儒家思想儒生的形象 有满洲这种勇猛的奇事的形象呢 来各位看一下 这是大清的版图 大清统治哪一个地方 他统治西藏嘛 他就化身为菩萨 那他原来就是满洲的领袖啊 他就是一个奇事的形象 他后来统治了中国这个农业的国家 是不是就是一个儒生的形象 来这些东西都跟刚刚课本第十四页 是相符合 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做法 我现在把第一节做结论了 各位都知道今天这块地方 是不是大致上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家的3.0版 当然我们中华民国也是啦 国家的3.0版 国家的3.0版是把他 疆域领土当中的所有土地一视同仁 也就是他是君子的 可是你现在回到大清 他是一个非君子的帝国 什么意思呢 不同的地方采取不同的方式 是不是就强调他的不一样 现代的国家是会用一套的方式 一套制度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把西藏 以及新疆藏人跟那个维吾尔人 属于他们自己特色的地方消灭掉嘛 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绩的版图是原来大清 大清并不是采取这种方式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整个国家 从2.0到3.0版一个最大的变化在这边产生 好这是我对第一节下的结论 我们还有几分钟 我们第二节再讲一点 我知道各位很辛苦 就拜托一下 来在第17的地方 第二节 那第二节是第一节的补充 帝国的统治技术 那请你在标题帝国前面写上两个字 我们这边最主要讲的帝国是指农业帝国的统治技术 好在你写下来之后 我们因为离下课只有几分钟 我们只谈一个点 那帝国会控制地方 是派郡县长官 他在中央也会有一群官僚协助皇帝统治 中央的部分我们下一节再讲 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就讲统治地方的郡县 帝国直接控制地方 那这个点其实我们在前两节课 已经开一个头 还记得这张吗 好是不是这是国家的1.0版 国家的2.0版 我们现在在直接把国家2.0版 统治控制地方的方式 再稍微讲多一点 好来这张请你不要背 这张请你体会一下它的感觉 好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帝国 不同的阶段 秦翰是不是叫郡县制 那我们说中国控制地方统称就叫郡县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郡县只是一个简化的称呼 实际上每个时代是不是 都有他自己的几个阶层的地方行政制度 好那我讲各位比较熟悉的 到了清帝国的时候 以台湾这块地方 是不是福建省 台湾道 台湾府 随便举一个线 侏罗县 是不是可以完全套进去 好那历史上就有不同的组织 那各位试着讲一下它的趋势 越来越怎么样 这样我知道了 这样子如果口头要讲它是越来越 有没有觉得分的层级 长期讲起来越来越多 层级多是好事还坏事你们觉得 好事吗 那我为什么不分成二十级 各位知道分太多级是不是 要转很多级 就会速度就会变慢 传递速度会变慢 所以分的层级多可能是管的详细 但是也有可能整个就跌床价物啊 好这个是一个 好第二个 不管它历代怎么变 你有发现最基层是不变的 是不是一定叫线 所以变化当中还有不变化 这是我们看第一个趋势 那我们就针对这一张来提几个点 来结束这一节 各位有发现这一张 我画了一条比较深的线 来从秦汉到隋唐 地方是一个比较正常发展的状况 宋代以后地方就被架空了 我们知道郡县长官是皇帝派出去 理论上他是皇帝的助手 帮助皇帝是不是统治末梢神经 让末梢神经畅通 就不要那个什么阿嬷你怎么没感觉 是不是每个地方都要掌握得好好的 可是当时没有监视器 没有方便的通讯 没有即时通讯 没有手机 如果那个郡县长官在那个地方乱搞 请问皇帝怎么发现 是不是就算发现也隔了一段时间 所以皇帝远在首都 他是不是对这一些他派出去的人 虽然都是他信任他才派出去 可是他是不是还是不放心 我们历史上就看到这种皇帝的不放心 到了后来已经到了变态的程度 特别是宋代之后 我们提三件事就下课 好这些都是课本第17页 你把这一页找到这几个地方 好那宋代之后 我们会用一个词叫强干弱枝 那个树干非常的粗壮中央嘛 那个树枝连出去都非常细地方嘛 所以中央越来越强大 地方越来越虚弱无力 宋代是一个关键 好宋代他的第一集地方叫陆 请各位再看一下这一张陆周线 陆是地方最高层级 那我们是不是合理都推测 一个层级有一个长官 没有 陆有四个长官 每个人各管四分之一 那你就会发现他的缺点 是不是都要这四个商量好才能做 或是事情如果牵涉到两个三个部门 是不是他们都要讲好 所以皇帝的用意 是不是让他们四个陆的长官 彼此相互牵制 可是各位都知道 决策的速度 做事情的速度 是不是就会变慢 因为如果两个人意见不合 三个人意见不合 所以这个就是皇帝的不放心 反应在 我把你一个工作切成四个 那这样就不会乱搞 好 再来一个 宋代地方官由中央官兼任 本来县的长官是不是叫做县令 县令就是他在这个地方当官 宋代以后都叫支县 一直到清代都叫支县 支县是谁当的 某一个中央官派去这个县 兼这个县的支县 所以是中央官兼地方官 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子皇帝觉得 他比较近一点 比较管得到 这又是皇帝不信任的一部分 那后来到元代有所谓的行省 省我们都理解成它是地方的一个层级 在这一张的地方 省是一个层级 省是一个层级 可是省本来在唐代 是一个中央的宰相机构 好 那所以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 他优点是把皇帝把中央的宰相机构 这个办公室到地方去巡视 叫行省 你有没有发现皇帝真的对地方不放心啊 所以根本不相信地方 我就把宰相派到各地去巡视 确保我可以掌握地方 好 我们今天就先把这个点讲到 自由下课 好 谢谢大家 大家辛苦了